謝謝各位 其實我剛才在臉書上面開玩笑說 今年的法律鬼其實是滿滿的幹狗場 這場才是幹狗為本體 30分鐘應該也可以回應一下Rick剛剛的一些脈絡 你被CC了嗎 痛解國家文化記憶庫在公眾授權機制的應用錯誤跟妙論 書發部的展官已經離開了 所以我可以更輕鬆的談這個 之前我有協助國發會確定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然後有讓它上連內Foundation上面XPDX的列表 所以其實它有個正式名稱 Taiwan Open Government Data License 1.0 它的XPDX縮選是OGDL台灣1.0 這個條款裡面我做了一個 我覺得還算滿滿意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不想要用台灣政府訂的這個條款 你可以把它改成CC by 4.0國際的方法 這是學習英國的機制 因為英國在他們提供政府開放授權條款1.0的時候 它要求準據法必須要用英國的 然後法國馬上就抗議了 法國說這麼多客專計畫是我們兩國一起出錢的 憑什麼準據法要用你英國的 所以他們在那個 UK Open Government License 2.0的時候直接說 你可以把它改成CC by 4.0 那是國際版本 那今天真的需要國際化 你就把它改成國際化的 那因為我英國的專案 英國的條款 一開始還是就配合政府機關的一個要求 所以法國人也就接受了 那當初呢引建這個機制以後呢 其實是影響很大 但是國法會跟那個行政院法規會制裁局 他們沒有反應 因為他們好像搞不清楚這是什麼 所以就接受了就讓它過關了 所以這條一直都在那裡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認知我們要推廣CC 各位必須要了解CC是Universal 對全部人都會生產都會產生效應 即使你這樣用台灣版本日本版本 或是美國版本 甚至中國大陸版本的CC條款 它發揮效用的都是全世界 而且授權期間為永久不可撤回 所以呢 那我們也知道我們的國家文化記憶庫 花了很多錢喔 花了多少錢呢 我不好意思去算了 你可以看前瞻基礎建設裡面 在過去幾年撥了非常非常多錢給國家文化記憶庫 那他們在建立國家文化記憶庫的時候也是有反省 認為說之前在做數位點藏計畫的時候 很多的成果呢民眾沒辦法用 所以呢做國家文化記憶庫的第一步就是說呢 我們確定呢是不是可以用CC呢 來流通相關的素材 所以他們願意用CC授權條款 來發布素材 但是如果你要問我說 國文庫採用CC的整體感受 我能說髒話嗎 不能嗎 我就沒什麼話好說了 但是我們還剩下28分鐘 所以我們還是說一下好了 有一些衝突啦 所以呢應該是說它有很多改進的地方 事實上呢CC台灣也試圖呢把自己的手弄髒喔 因為我們在open source裡面的領域裡面 你對什麼專案如果有什麼不滿的話 你自己就是make your hands dirty喔 入手把它搞好 所以在2021年呢 到今年的4月20號呢 CC台灣呢 有跟國文庫來做一個輔導性的一個計畫 就是說如果它的應用跟上架 跟CC條款作權有關的話 我們協助來導證 一個比較正確的概念 我們有建立一個FAQ 在CC台灣的網站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有CC授權的專門知識庫 有open gland的CC授權問答集 不管是作權第三方素材 還是針對CC授權來回答 但是我也必須要講 今年我們沒有要繼續做這個案子 所以我們解放了 因為不行了 再做下去會很不開心 就是可能會 會傷害到自己的健康 所以這個其實是 那時候我在臉書上提出來的 就是說這個題目可以講什麼呢 就是幹掉國家文化機庫 系列1 系列2 系列3 霸王條款跟他們的產地 那些人對公眾授權條款的 沒有誤跟錯導 CC授權讓你覺得很不舒服嗎 其實我最不舒服的就是 我聽到很多受補助的專案說 國家文化機器庫文化部 強迫我們用CC授權 然後呢 強迫我們把我們珍貴的文化資產 用CC授權廉價的方式 提供給其他人 我們連CC授權是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他們就簽 讓我們簽這些 上權入籍的條款 其實是蠻難受的 我先講一下 第一點 各位必須要了解 文化部做這件事情 其實 並不是完全照著CC的常規來做 所以我們先講 霸王條款跟他們的傳遞 其實我幫文化部上課的時候 我都會先放這個免責聲明 說呢 你如果對文化部的政策有什麼不高興的話 那是正常的 你就對他不高興好了 這個呢 其實呢 我有開專家會議 我也是國文庫的策略委員 但是基本上 我要求的事情呢 他們大概八成都沒有做到 那我只要求 每次開完會以後 把我的意見呢 必須要文字落款 文化部基本上呢 跟這些受補助單位呢 拿東西的方式 是所謂的Dual License 雙重授權 意思就是說呢 他告訴你 你所有給文化部的東西呢 那叫內部關係 然後呢 你放在國文庫上面 我幫你Publish出去的呢 才是用CC授權 所以呢 他同時告訴你 你要有兩種授權方式給他 他的霸王條款 就留在給國文庫的部分 他告訴你 你所有交召出來的 包括跟相關成果 雖然是非專屬給我 那我接下來 也同意不會商業使用 但是呢 你不能要求我 行使任何諸多人格權 而且呢 除了禁止商業使用以外 我怎麼用都可以 所以這個部分呢 完全不是CC授權 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讓很多的受補助單位 認為這個也是CC授權的一部分 事實上是呢 他幫你從平台上發布出去的時候 給所有人呢 他才是用CC標示 然後這時候才走CC的規則 所以他在一個提交裡面 用兩種授權方式 那至於雙重授權是好跟壞 我也不能說他不好啦 因為其實像東梅第一場 有講CLA或CAA 像那個 GCC專案的GCC Compiler 他要求這些著作人 必須要把著作權的 assignment給 那個 自由軟體基金會 給GANU Project 但是他們意識到的是 這個未來要有一個專職單位 去管控這個專案 甚至把它更改一個新的授權條款 所以呢 得到授權的那個機構 那個基金會 是非常勇於認識 而且把責任負起來的 那但是今天國文庫呢 它霸王條款 為什麼我說 我不是那麼欣賞 它單純只是 讓自己過得舒服一點 意思就是說呢 雖然其他人用這些素材 要用CZ授權 要依照CZ授權 標示出處 可是我國文庫不用喔 因為我是霸王 我告訴你 除非呢 我不拿去做商業使用呢 然後呢 所有的事都可以做 而且呢 原作者不可以要求著作人格權 所以CZ授權裡面 最重要的那個敗 完全被他給消滅掉了 只要是文化部 文化部提供的 國家歷史博物館 跟其他的第三人 都可以不用標示出處 所以呢 我們會發覺到 很多狀況之下 是這些素材 雖然表面上 用CC來發佈 但他們發佈出來 沒有標示出處 而且幹這些事的 大部分是文化部 或台史博 或是資測會 這些社會的單位 然後你是 你如果要跟他們指教 他們就會說 可是我們有 這個 所以你要說它有多CC 其實也沒多CC 所以今天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直接舉例好了 因為那天呢 5月12號這一天呢 我剛剛好出差 到北港 就是朝天宮 到我 北港朝天宮 就到我回憶的時候 我上次去的時候 他也是騎重型摩托車 二十幾年前 這樣好像暴露年齡 然後呢 然後呢我剛好看到那一次 國文庫在臉書上面的小編 他就PO了這個 北港朝天宮的這個照片 說實在的 我非常驚豔 因為平常他PO的照片 大部分都是上浮水印的 不是那麼好看 我連看都不想看 但是這張照片非常好看 但我一追查下去 我才想 為什麼他那麼好看 因為他是跟維基百科合作的 他是跟Wiki合作的一個專案 然後呢 在Wikipedia 在Wiki comments 你可以找到他的原始來源 其實原來 競賽的拍攝者 他的代號呢 U58029143 是保留的 就是維基百科很忠實的 保持姓名標註 可是你今天看看國文庫 他把他放到臉書上面 他說喔北港朝天宮 台日交流文化記憶 北港朝天宮 然後呢 他頂多在這邊放一個連結 他沒有任何的姓名標示 這連結點進去呢 他告訴你是CC by SA 他一樣沒有出處 那你再點下去看這個圖的細節 他告訴你呢 授權者叫收純系統 本來人家CC給你的東西 是有個別的姓名標註 是有每個著作權利人的 結果你收回去以後 統一變成收純系統 今天嚴格來說 這裡違反CC授權的規則 你一個平台收納這些東西 把人家所有原始的ID identity全部都消滅 然後發布出去做收純系統 那今天你可能會問說 是不是他用霸王條款 可是我問過了 維基還是有自己的分寸的 維基跟他們簽這個合作呢 不同意他們的霸王條款 所以今天如果他要轉載 維基進賽的這些 他真的是要好好做好姓名標示的 但是他沒有 他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第一點我們檢討出來就是 第一點你的授權人變成收純系統 徹徹底底呢 就違反的CC授權必須要尊重原始姓名標示的一個前提 那第二個呢 你跟維基百科合作的這個素材 其實從頭到尾都不適用你這個霸王條款 那再來就是說呢 你這麼自然的把這些所謂的很多的群眾 或是社照團隊 用CC百分C的方式上傳FB 我是覺得也是有點 不是那麼恰當 為什麼 因為各位必須要了解 現在這些所有的社群媒體 他要求都很多 他告訴你你上傳到YouTube Facebook 你必須要容許他商業使用 你必須要容許他改做 這些都要給他 而且他必須要 你必須要給他能再轉授權 甚至呢這個權力可以移轉給他其他的公司 譬如說以前叫FB 現在叫Meta 他公司的產權或是法人格可能有些變更 他也可以移轉到新的公司 所以嚴格來說 我們所有CC的素材 你都不能直接上傳到臉書跟FB 除非你主張合理使用 所以呢 國文庫的小編 常常就是這樣子上一張照片 然後沒有出處 所以這個狀況我真是覺得 如果繼續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怎麼去 幫他去解說CC授權的一個正確使用 這是一個最大的困局 所以我們回歸到今天 這個講座對各位最大的意義 是讓大家能更了解 掌握公眾授權條款 公眾授權條款 它的英文叫 General Public License 對公眾都可以使用永久有效 規則一致 條件一致 原則上你要用就是用 你沒有增三修改 異動相關內容的機會 所以對很多 職事單位 甚至公務單位 一開始是有點 醉醉不安的 他發覺說 我用你CC條款 我沒有辦法改你CC的字句 我沒有辦法做我的獨門解釋 我今天會不會 喪失掌控能力 所以今天呢 為什麼國發會一開始 做Open Data的時候 沒有用CC 而是寫一個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然後呢 讓我在裡面塞一個 CC的轉換條款 然後呢 經過了一年半 他們覺得好像也沒什麼事 沒出事安心了 然後才接受CC BY CC BY SA CC0 也變成國家定的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的選項 因為他們知道 這個條款的主導權不在他們 而在所謂的第三方機構 跨國的機構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在跨國跨域交流的時候 產生互信 今天呢 Open Source License有非常多 你列出來密密碼碼 一整頁 但是今天只要是 開放緣碼出現的會 OSI通過 符合Open Source Definition的 他都會有主要的共通特性 都一致 所以今天呢 你就算沒有看過 每個條款的細節 你可以相信呢 我是可以拿來用 沒有時間低於的限制 雖然原來作者不付誰擔保 可是他給我的授權不會撤回 我只要依照條款有做好標示 我就可以自由的去使用 重置修改發布 所以這些條款都讓你產生信賴 CC條款也是一樣 我的創作可以給你操 可以給你用 但是要求你必須按照 預先的遊戲規則 這個遊戲規則呢 基本上由全球的CC社群 跟CC全球組織去維護 所以呢 你不用擔心哪一個機構用CC 對於CC條款卻有獨門的解釋 因為CC條款裡面已經講了 你不能增加條款本身所無的限制 You may not impose Follow restriction on the recipient Follow excise 所以今天呢 CC為什麼可以跨越流通 因為他全球建立信任嘛 聯合國教訓組織在2009年已經 底定他所有的教材跟素材 如果發布的話 他會用CC條款 他其實也有一個分析就是說 我們用的最多是 維基百科那個CC BY SA 第二名是CC BY 如果真的要維系標準 我們才會用CC BY ND 我們幾乎很少在用CC BY NC的 那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教材發布出去 全世界各國都可以用 有一些低度教育 比如說非洲印度的地方 他們也可以把它做翻譯 直接進行教學使用 所以今天CC條款呢 你不管是大英博物館給的 紐約大都會租博物館的 或是故宮博物館給的 故宮博物館用政府資料開放授權 可以轉成CC BY 4.0 這些素材怎麼去交流 你直接依照圖表 按圖鎖去看就知道 他就有他的遊戲規則 所以不管你用10個來源 20個來源 他都可以去做一個組合 所以我常常開玩笑說 我兒子很喜歡樂高 但是有一些太血腥的樂高原廠沒有出 所以他可以買中國大陸的副廠 因為他們會強調 Lego Compatible 意思是說 這個顆粒的專利已經過期了 雖然不是樂高原廠的 但是可以拼得起來 所以CC授權 或是公眾授權的奧義在於說 這個規則其實不能被善改 所以你可以信賴這個規則 你可以從不同的來源去組合一個非常大的作品 其實這才是跨國交流的所謂的奧義 那國文庫可能誤以為 CC是所謂的國際流通的 用了CC就是國際流通 但是如果你這麼多的強加解釋 這麼多的走後門 他很難國際流通 因為你的使用者沒有產生信賴 流通需要信賴 所以今天我就直接講了 到底對公眾授權條款有什麼謬誤 CC授權組織跟全球的協作團隊的 有一個角色是licensed steward 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專文寫得很清楚 公眾授權條款的權勢於守護 誰擁有解禁地位 其實這一篇是CC官方的一個譯文 他告訴你誰都可以解釋 我們不獨佔這個解釋權 但是如果你亂解釋解釋錯了 我至少會寫文章出來打你臉 所以為什麼我沒有再繼續接喔 因為 對 需要打臉 所以今天一個重點就是說 今天並不是說一定聽做作權利的人的 或是一定聽利用人的 CC授權建立的是一個中立的規則 在這個中立的規則上面 大家才有合作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每個釋出單位 對於CC授權條款都有獨門解釋的話 那這整個公眾授權的一個分享機制會瓦解 根本建立不起來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 所以向來我的立場也沒有說 你一定要用CC BY CC BY SA CC0這種很開放的授權才可以成功 但是大家必須要分得很清楚 CC0 CC BY CC BY SA這個是Open License 任何目的都可以使用不會撤毀的 今天如果你要加上NC加上ND呢 它會變成所謂的Share License Share Way License的共享授權 它還是可以分享的 但是它不是Open的 我們從頭到尾不會說它是Open的 所以國文庫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大量的濫用ND跟NC 今天它在詮釋資料裡面 很多是用ND的 這個我其實已經有跟他們提醒很多次了 你們也跑去捷克去參加人家的ICOM International Museum的Conference of Museum 其實人家前年就告訴你博物館是non-for-profit的 它的本質要務就是要讓民間流通這些文創的資材 那聯合國教育人組織呢 它有一個Open Education的一個定義 開放教育的定義 開放教育定義其實講得很清楚 你不可以加上ND 因為教材這個東西是要與時俱進的 你今天加上ND了 人家就不能改寫 人家不能續作 所以國文庫呢 甚至有推動團隊 它就說 現在人家不願意用我們的CC 我們是不是容許他用ND 他就願意上傳 可是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加上ND呢 你就不能是開放教育資源的 再說呢 你為什麼要禁要跟這些不願意開放的人 談開放性的合作 他如果還覺得他的東西很棒 他就自己用商業的力量去推就好了 你國文庫是拿國家的錢 你要做一些對於符合公眾的 多數公眾利益的事情 所以你發覺國文庫 甚至有些詮釋資料是用ND的 那問題就很大 那你只能轉載 你不能改作 或甚至不能改編 再來呢 國文庫呢 向來也有一種謬誤就是說 我們就跟作者說 預設就是NC的 那這樣子我們尊重作者啊 我們不要橫奪他 可以商業授權的地位 他們的定調是這樣 所以你在國文庫上面看到 他 大部分CE授權的這個圖像呢 都是加上NC的 禁止商業使用 可是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禁止商業使用 你連上聯合報的報導都不行 因為聯合報的報導 是我賺廣告點擊率的 那依照CE的解釋 廣告收費也是商業行為的一種 所以今天呢 你限制了NC 其實限制了他的推廣 那再來呢 國文庫呢 已經上架好幾年了 至少兩年齁 我們發覺說 有很大的問題是 欸 因為加上NC 所以有人要用 必須要找原來的作者 取得商業授權 但是真正的找到原來的作者 原來的作者是說 我沒有想要收你錢啊 他說 我們是花蓮女中啊 那 我們為什麼用CC by NC 是因為國家文化記憶庫建議 我們default就是CC by NC 那今天你要我收錢 讓你用這張照片 他說 我花蓮女中沒辦法收錢啊 我是公立高中 我根本沒有一個收權的機制 對 那今天等於是說 你加了NC 很多國文庫上面的團隊士 他這個素材是用NC來發布 他加了NC 可是加了NC以後呢 實際上呢 人家期刊要出 報紙要報導 但是呢 你找原來的作者 提供商業授權 他拿不出來 他說沒有辦法 我們一開始就只是說 讓大家可以用而已 那應該配合國家文化記憶庫加了NC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你為什麼一開始 就要加NC這種限制 所以回歸到最後一個主題 CC授權是不是讓你感覺不舒服 我覺得用這個slogan 永慶防務先誠實再成交 我必須要對國文庫受補助單位 如果有人覺得受創的話 我也覺得很受創 因為CC授權向來的態度 是以善意換取善意 所以今天你完全自主之下 願意用CC來分享你的素材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但是用拐的用騙的 或者是用什麼樣的方式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應該回歸到一個重點就是 在別人完全認知的基礎上 再去推動CC授權 那我一直講一個重點 Automail就是我們念法律的在行政法 德國的一個法學家 Automail在這個行政法上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slogan 幾乎你修行政法第一堂課就會教 憲法消逝行政法常存 可能你覺得很奇怪 憲法是基本大法 為什麼憲法會消逝行政法常存 他的意思是說 憲法是基本大法 但是改朝換代以後 憲法當然就換了 但是他的意思是說 有些行政規則 不管誰當家做主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做的 憲法消逝行政法常存 不管改朝換代以後 憲法一定會被換掉 憲法會隨著政治力變動而變動 但是行政法 這些行政慣例 有道理的東西 它不會隨意變動 所以今天我要特別講 像CC授權這樣的公眾授權條款 也是一樣 公眾授權條款的產生 不管是GPL 不管是APA去 它有一個公開審閱期間 所有人都可以投出意見 CC授權條款也是 今天CC授權條款3.0到4.0的時候 其實所有願意加入 maiding list的人都可以 參加maiding list 那當然 像CC Taiwan是shapter 我們會要求一定要提供意見 就是說我們晉升是不行的 我們一定要提供意見 但是 所有一般的民眾 你願意去參加 這個條款的一個修改 你可以定那個maiding list 你可以隨時提供意見 所有意見都必須要被回覆到 它是用這樣子的態度 來進行個公眾授權條款的調整 所以它最後產出的結果 會最兼顧所有人的利益 當然它不會是完全偏向於哪邊 至少它的廣面是最多的 所以今天有個重點 在商業場我會講 MATA LAMA License 嚴格來說它不是開源 它只是類開源 因為它塞了一些 獨厚它商業發展的條款 所以今天各位必須要了解 今天在CostCup這個場合 我們還是要了解 Open the License 它適用的對象是全部 所有人奉行同樣的規則 運作同樣的規則 沒有任何人 可以從這個條款 得到獨門的解釋 但是Shareware License 像Facebook和LAMA 就會這樣子 它會告訴你 我某一部分是獨厚 我自己商業的發展 那你必須 因為把Open跟Shareware之間的分跡 分得很清楚 在為了來游走這些素材的時候 才不會產生誤會 所以今天對國文庫的最大指教 其實就是說 你用Open the License 你用CC License 為一個號召 可是它的運作方式 其實越來越偏向Shareware License 這個發展狀況是不健康的 今天真的希望這個素材 可以是國際性的交流跟流通 你必須要讓它回歸 到公眾授權的抵制 民眾的信賴能夠建立以後 它的運作模式才會建立 所以呢 各位必須要知道 我提供國文庫 我們走到第一頁好了 各位先記得這邊的網址 twcreditcomments.net 它後面是OpenGlan 開放網聯 那今天我當初給國文庫的這個網址 在哪裡 在哪裡 跳掉了 在這裡 OK 國文庫的網址是TCMB 就是他們的國家文化記憶庫 台灣Cultural Memory Bank的縮寫 這個內容跟這個內容幾乎完全一致 但是今天呢 我保留原來的Archive 已經開放的東西 它不會終止授權 它不會下架 但是呢 我可以直接重置 改換網址 從此以後呢 把一些太隱藏 只是就是 只是用國文庫的條目給刪掉 然後繼續強化延伸寫呢 全世界廣域都融合的OpenGlan的範圍 所以這個其實 才是CC授權條款 跟公眾授權的奧義 只能下下 不會撤回 所以今天呢 當初我提供給他們的 是用CC授權 這些CC授權的素材呢 在CC的網站上面 可以永久流通 繼續寫 所以今天呢 這個案子結束以後呢 它要拿去繼續發展就繼續發展 但CC台灣這邊呢 永遠都會有 genuine的一份 可以繼續去改寫 繼續去發揮 這個才是Open License Open Material 真正產生的效果 好 所以這個部分 是提醒各位了解 Open跟Share 到底有什麼差異 Share它的主導呢 還是在於所謂的 它的發包公司 發包機關 或是所謂的產製公司 像Meta這樣子 但是真正Open的東西呢 它存在於 廣域的社群 誰有能力 就可以把Open的素材 接下來去做發展 這是Open跟Share 最大的差異 好 也是國文庫的這個 吐槽簡報 可以 跟各位做一個 實力說明的地方 後續有些問題呢 歡迎可以提報到 CC社群討論室 那今天Rick跑掉了 所以我只是先跟他解釋 就是說 你如果期待 公家單位以後發補助呢 可以用CC 麻煩你帶上我 因為呢 如果你不跟他們解釋 他們一定會用CC BY NC 或CC BY ND 到時候 你還是沒有辦法上維基百科 上維基百科 一定要用CC BY C40 或是CC BY SA 今天如果你要求公務單位 把他CC授權出來 依照國文庫的經驗呢 他都加上了NC跟ND 他還是不能讓你上維基百科 好 那以上 謝謝各位 好 謝謝丞下 還有點時間可以有一個問題 來下一個獎子的燕子 你可以上去 來準備你的筆電 有沒有人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欸 我們時間月也很緊湊 那接下來下一場呢 也是 有關國文庫的 我們連接兩場都是有關國文庫的 成下這一場呢 是比較批判性的 下一場呢 我們來點鼓勵性的內容 我們來講一些 國文庫上面也是有一些 還不錯的例子 那怎麼樣可以讓他更好